雾园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 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 春观油菜花海 下戏峡谷夙溪 秋上洪峰秋晒 东享民俗古运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这里在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雾园作为古辉州 一府六县之一 自古就有书香的美称 也是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粉墙带瓦的灰派建筑 其具灰州山川风景之灵气 兼收并续 博彩众腔之长的灰州戏曲 传唱至今 精湛的灰州工艺 处处彰显匠人之心 雾园 以其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 和身后悠久的文化底蕴 吸引了大批的学生 和绘画摄影爱好者 前来采风游学 今天春风家族将化身雪子 在最美乡村 体验一场难忘的学习之旅 你们白天没有看这里 漂亮是不是 好美 可是最懒的人了 我当时就要出去走三趟 很漂亮 真的空气也好 太漂亮了 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飞行嘉宾 我们有请这两位飞行嘉宾登场 我们来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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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ion 你好 谢谢 欢迎我童年的马天宇来 物园作为一个风光美景 又有文化底蕴的宝地 吸引了很多熊子学子 熊子 熊子 吸引了众多的学子 前来学习旅行 所以今天我们让幸福 更幸福的办法就是 通过学习时旅不断地进步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国有一个传统 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希望大家在民间的旅程中 可以享受美景体验文化 今天的学习旅行 分为两个小组 林姐和迪哥 带两个学习小组 其他人在每一轮 都有机会选择 你们要跟谁的小组 每一轮任务结果之后 我们都会发一定的奖学金 奖学金教队长统一分配 在第一个游戏之前 我们就进行第一次分组 请两位组长进行拉票 这一期是学习的主题是不是 对 知识的海洋 我就是智多星 你轻便说 不管是什么游戏 市面上所有的游戏 我都玩过 而且甚至有些游戏 是杨迪修改和发明的 所以想要奖学金应该来我这儿 我们是文曲新队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队伍 但是我心地比杨迪善良 这一天杨迪是得了100分 可能只拿三分分给大家 我是得了100分 你是得了三分而已 我只得了三分 得了三分 我是得了三分 我也会把三分全分给大家 大家最终也是得三分 因为是这样吗 我们都是在学习的道路上钻研 然后我又自认为我很精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队就叫 颜学金 好啊 好 那我们开始准备选队 第一个宝哥你选择的队伍是 就来了 没事 来的都是客 对 宝哥颜学金队 对 来 接下来龙龙 我来灵姐的 接下来杨远 我求你了 你求他来还是他 去那儿吧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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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也有一些体力向的 需要些武夫 大老粗啥的 大老粗 还用考虑吗 成畅 来这儿 这样子姐我给你一个机会 相信我去吧 爹 我求你了 不是 这个家居不是你们这么负吗 我来这吧 我来这吧 来 留言 留言 留言姐快来 来了 就这么定了 就全定了 我们同帅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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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嘞 宝哥和龙龙我们给你们一个福利 你们可以获得一个小剧场的一个权利 那不给你试镍币不 20试镍币 来 宝哥龙龙你们拿这么多试镍币干啥 这么多钱 那么想买啥就买啥 想吃啥就吃啥 哥我觉得你必须得买一个海天金标生抽 这个东西炒菜吃香 点蛋吃也香 包你吃啥啥香 那行 好嘞 恭喜你们拿到十年币 第一个游戏 四位四 它是一个智力的游戏 我现在过去了 没有钱了 你必须得留在这个智力的游戏 物源 人杰地灵 文化底蕴深厚 素有书香的美称 物源自古重如上里 所谓山间茅屋书声响 放下扁蛋烤一场 所以在实际氛围浓厚的物源 我们将通过一个游戏 考一考大家的词汇积累量 他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最终的食物 成员们根据节目组给出个字 组词 依次在节奏里进行首尾接龙 第八个接触的词语 必须是15名 接龙过程中接错 接不出或者节奏错误的成员失败 好 明白了 这个不行 谁先来 你们两队 他们 他们 准备 来 预备 节奏走起来 走 开始 大象 橡皮 橡皮 错 完了 要在拍手的时候不能说话 拍腿的时候说话 没有 天宇没玩过 要不要你们会的先玩一下 因为他确实不会 好 宝哥 你的词是 剪放 好 准备 开始 天上 上学 学习 习 习惯 罐头 错了 节奏错了 节奏错了 宝哥 怎么了 我就不信 重放一下吧 重点重放 确实错了 确实错了 不用 你还教别人 够了 不用 杨阳 保全自己好吗 杨阳开始教别人 要拍手 杨阳没拍手 不是 我一直这样也可以 不可以 不行 一直这样只是为了显得可爱 好 这个游戏有可能玩到明天早上 我感觉可能我们玩完这一本都 成功一次都成功不了 等下我提一下好不好 因为这个游戏稍微有点难 我们选出四个智商最高的 试一次可以吗 可以啊 你是不是 全体厉害 来 杨阳尝尝尝尝 来 杨阳尝尝尝尝 准备啊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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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圆 圆圈 圈套 套 套娃 娃 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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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 娃 娃不算吗 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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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 娃不算 娃怎么算 娃怎么算 娃怎么不算 我想问一下书里写娃啊的时候 肯定要写娃啊 这是娃啊 不是娃啊 这个是啥 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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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一遍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3 2 1 开始 游泳 泳裤 裤头 头脑 脑子 子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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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叙是啥呀 对子叙是什么 子叙是谁 子叙是什么 子叙 子叙 我的一个朋友叫子叙 这个游戏 我不行 每次500世界币我们就散了 这些娃娃什么的都消失 准备 宝哥开始 3 2 1 开始 海天 天上 上面 面包 包子 子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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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闻老闻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行 直接来吧 直接来吧 直接开始 好 今天来了吗 我们表演正开始 第一次 3 2 1 开始 住口 口 睡 睡 完了 来 这边 来吧 好 3 2 1 开始 现金 金钱 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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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加啊 钱啊 哇 没有 让姐给你摆 人啊 有了钱啊 就会总说哇 可以吧 没有这个钱啊不是 钱啊不是 钱啊肯定不是 给人家吧 太坚强了 快点人序上吧 文化 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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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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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该死的温柔 让我心在成泪在流 我也没错呀 有有有有有 我不活了 真的有bug 来 宝哥 来 宝哥 3 2 1 开始 可口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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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到我们了 又到我们了 书包 包子 自菜 菜花 花心 心上 上头 头菜 是没有那个菜 有头菜啊 等会儿 有 什么 哪里来的头菜 有 你们先搜一下 还真有头菜 百度念出来介绍一下头菜是什么 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头菜 给观众朋友科普一下 头菜是一道美食食品 是由整鸡冬笋等材料制作而成 好 来 宝哥到你们队了 好 准备 3 2 1 开始 布套 头脑 脑子 大娘 紫菜 菜花 花菜 菜心 心里美 不是一名也算吗这是 萝卜 萝卜 好 1比1 1比1赛点了 好 接下来谁答对 谁则赢了 哇 来 下一题 3 马蒂 等一下 马蒂 我知道了 OK 相信你 好 3 2 1 准备 开始 题目 目不转式 目不转式 我总在看着你看着你 目不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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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 料理 菜 菜 菜 没事 还有这个他们来 他们来 放心 他们有马天宇 最后杨阳还要和马天宇大决战呢 就到我们了 天宇 没有 我让他不要干扰我 来 准备 加油 没事 1 2 1 开始 考古 骨头 头脑 脑花 花心 心上 上面 面包 那你面包 算了 无所谓了 我只希望这个游戏赶紧结束 2022年 我们春游家族就开启了新的一年 洋洋请你选一个你认为最有心意的青年礼物 看看是否可以打动林姐 最近 好多男孩子送我焦蓝的口红 可是三个人送的不同颜色 我该选择哪一个呢 你该选择这个 这是 这是我的一个心意 同时 同时拥有三款 这里有1830 荣耀红 好合我心意 而且这个口红有个小设计 一打开 有个小镜子 小镜子 好 合我心意 五年也快到了 祝我们如虎天翼 甜甜蜜蜜 这个礼盒应该给属虎的朋友 本命年都送一盒 我属虎 好啊 那接下来 我们就到了一个分试念臂的时刻 杨迪 你们组因为赢了 所以你们可以拿到一千试念臂 凌姐你拿到五百试念臂 八百吧 没有 所以八百 不是 你要早说这样 我们就好好玩了 杨迪分试念臂 我们先一人拿两百好不好 原始步 还有二十 哇塞 一人拿两百 杨迪又多二百 你分你的吧 我看你无法怎么办 看你的那啥了 对 因为分完前 他们就要决定下一轮的归属了 对我不好我可走了 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一人一百好不好 行 可以吗 这个行 行 这会行 这会行 再明白白的 做完了 那剩下的一百呢 你就打了带过来 这不提了呢 不是 现在放我这边搬掌这吧 不是 你可以给我要鼓励 哇哦 钱啊 哇哦 钱啊 哇哦 给了 给了 真给了 谢谢 拿着 拿着 太好玩了 笑死我了 明天我们将有两个大游戏 所以说你们只有两次换队的机会了 你们现在可以再一次选队 那就看那边队长怎么做了 赤尼币跟攒着 我们是救队有用 因为只惩罚赤尼币最少的那个人 我会保证不在我们这一队就好了 行不行啊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那边队长可以花钱来 来 那个 我花钱来请你是吗 哇 杨洋 我多给你一百 请你留在中 不差你那段 不差你那段 哎呀 哇 杨洋 又一百 大约二十 才二十 二十 二十结也结也没钱了 我们一直数 都不 我也不交 不交 你看 你特别让我走是吗 怎么可能 我就是不走拖你后腿 怎么可能 对对对 你就得在我们这儿 困难总是要慢慢克服嘛 要不是这样吧 我走 你给我两百 我没给你三百 你别走 你别走 遣散费太贵了 这样先放着吧 对对对对 好我就这样 有盐 因为我现在有二百块钱 占了钱所以可以回去了 到 什么 可以的 可以的 还能这样玩 没想到 范城的最后一把肯定要回来 明天早晨就猜歌了 猜歌吗 是猜歌吗 这是一期人人吧 杨迪 你有点太欺负人了 你就认为明天我一定会输 我就不 明天是什么游戏我在笑的 明天反正有灵姐适合的 也有杨迪适合的 也有杨迪适合的 也有杨迪很不适合的 杨迪混不着天 别别别 别三为五 宝哥你去待会吧 宝哥来会 坐 宝贝 来来来来 我坐坐坐坐坐坐 行 可以 今晚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我们将走出去 看看物园的美景 品尝物园的美食 体验物园的民俗文化 继续我们的物园学习之旅 好嘞 青春有姿有畏 海天鲜香 下来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小雨绵绵 云雾缭绕 哇 空气真好 还下雨了 正可谓是烟雨萌萌好景色 江西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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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宝哥 來啊 來啊 好好玩事 好好喝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美麗的霧園 美 霧園是咱們江西省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古縣 有著500多年的歷史 它是始建於明代中期的 而且我們這裡是中國古建築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地方之一 而且這裡的徽派建築呢 被譽為神舟一絕 這些徽派建築真的非常有特點 對 徽派建築是很有特點的 錯落有致 我們住的那個房間早上的時候 推開窗戶 美慘了 感覺自己是像青蛇 所以今天呢咱們就一起來好好領略一下物園的魅力 好的 大家跟我走 走 走 逛起來 出發 這個徽派建築呢有三絕 三絕 是三種雕刻技法 分別是磚雕 木雕 和石雕 石雕 石雕 石雕就是在石頭上雕刻 曬秋也是咱們物園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一個活動 我們現在呢就來到了這個曬秋的地方 來了解一下曬秋 曬秋曬的都是古物 對 顏色很好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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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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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呢是我們的曹村長 然後這是我們的村花汪大姐 這位老師好 這是我們的團花 對 我們這個曬秋 覺得這個秋並不是指這個秋天的意思 而是我們這個龍珠的分縮和這個果實 一年四季都有的 對 一年四季的 對 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陽光好的時候都拿來曬 海家過來的時候它是有水分的 然後我們要把它水分曬乾 曬乾了以後可以保存 這是兩個字 是嗎 這是福 幸福 對 幸福 咱們的春花為什麼要戴一個紅色的頭巾 幹活的時候吧 夏天起到一個防曬 冬天啊 又可以防冬 我們去做事的時候 就可以起到一個防灰塵的作用 然後現在嘛 就成了為了一種習慣 然後也就是我們這邊的一個標誌 可以給我戴一個嗎 可以啊 直接就可以戴嗎 對 我們這樣方便可以直接戴 真好 真好的 別動 妹妹我幫你把那個邊給你從這裡掏出來 看看 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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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好看 很有特點 好 那我戴著 你們可以跟我們一起體驗一下這個賽幸福 我們是不是這邊用菊花填滿 我們這邊用這個玉米粒把它填滿 可以可以 對 來吧 你們弄 上 弄 好 弄手巧了上去弄 真漂亮 我的花好看 花好好看 這樣 來 不是 馬上就好了嗎 馬上好了 上去弄吧 漂亮著呢 撒得好緊 福字出來了 哇 幸出來了 幸福的村民們 豐收就是幸福 幸福 幸福 多好啊 我們中國人的天性 看到農破物就很開心 就很親 很親 每當看到這些瓜果蔬菜的時候 我的心情都會特別的好 因為曬秋 我們是春天的時候播種下去 勞住了半年以後 到秋天的時候 再收到這些滿滿當當的果實 然後我們要把這些幸福 用創業的方式曬出來 讓遊客過來看到我們曬的這些作品 讓他們感到震撼的同時 也能同時跟我們一起分享 這種豐收的喜悅 現在我們這邊旅遊業也發展起來了 我們農民的生活水平 越來越高了 所以我們特別的幸福 特別的自豪 多好啊 隨著旅遊業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遊客 也參與進了曬秋這項活動當中 與農民一起慶豐收 曬豐收 曬秋也漸漸演變成 鄉村旅遊提升的圖騰和名片 春遊家圖 啥都不圖 笛哥 這個曬秋看著簡單 但是其實這個過程我感覺還是挺講究的 是 稍微有點費工夫 要是這會兒我們能吃點東西就好了 那買吃的當然是上我們抖音搜索了 上面有特別的物美價廉的好東西 沒錯 現在只要上抖音搜索搜百億補貼 五塊九就可以買這麼大一包瓜子 非常划算 大家想吃什麼上抖音搜一下就行了 好啊 這麼好 把我登錄是上抖音搜索搜一搜去 歡迎登錄視頻合作平台 騰訊視頻愛奇藝優酷 觀看更多精彩內容 因為最近那個又瘦了一些所謂衣服 你說 自己解釋我跟我沒關係 因為給我做的衣服小了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也沒有胖 就是還瘦了一點呢 來啊 今天大家都領略了曬秋的魅力 其實物圓的美食不容錯過 物圓菜是中國八大菜系之一的灰菜 粉蒸 清蒸和糊菜為專長 有一句話叫 無熟不可糊 無婚不可蒸 灰菜就是獨樹一枝 然後呢 抽過魚子汁的特色菜 抽 貴 魚 所以說物圓美食也是我們今天學習的一部分 今天我們遊戲的內容是 集體默契合作 猜歌 每個人只能說一個字 比如說月亮之上 你們八個人都可以舉手 你們舉手分左手舉和右手舉 舉手的這個人要答第一個字 你答月 如果你是右手舉 你的右邊的人答量之上 我們每道菜給大家用五手格 優先答對三手的才能享用 沒事 我們這邊本身就有汪蘇龍 能跟我看看 流過楊迪的男人 沒有錯 沒有錯 楊迪已經走下神堂 我們這邊有兩位歌手和一個導演 提我出的 但我還是左手舉個 感覺楊迪知道的歌比林姐知道多一點 不行 打不了最後一個 打不了最後一個 反正先讓楊迪哥打出來一個最人 咱們都是右手差不多 好 今天為大家請到了在物園土生土長的一位美食達人 我們有請知音姐姐上場 有這個知音這個 物園有高山有流水有知音 高山流水浴知音 我就叫孫知音 是地地道道的物園本地人 也是物園美食推薦官 喜歡在社交平台 跟大家分享我們物園的美景美食 還有物園的文化 好嘞 來 給大家介紹第一道菜 荷包紅鯉魚 因為這個魚肉質鮮嫩 頭小微短 背高復原 色彩鮮紅 而且它有個大肚子 形似荷包而得名的 那麼這個魚呢 它是由我們物園的科技工作人員 就是針對我們物園的水質 然後跟這個魚進行提純腹狀 培育出純食用的荷包紅鯉魚 還有這個魚只有物園一定吃得到 其他地方吃到的魚都不正宗的 這個魚只要離開了物園 沒有物園的水去滋潤它 它的味道就變了 80年代入選為國宴 而且它也是我們當地逢年過節 必須要有的一道菜 譯為有頭有尾年年有魚 好 好 好 就是我們的了 太有寓意了 我們要吃到開門紅這個魚 來 第一手 開始 馬天宇 千 寶哥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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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我來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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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聽到他的千 楊迪這種遊戲怎麼 迪哥越來越不行了 我以為我們不行了 剛才開始的時候我跟楊迪說 我說我們完了楊迪又難低音 我說沒那麼差劫 沒那麼差劫 鼓勵了你 來 下一手 馬天宇 對 錯 空 不行了 光速 對 空 周 輝 亮 大 小 加油 將吃了 恭喜兩道 你們還是零道 被他們聽到了 再點 來 馬天宇 站 對 三二一 不知道不說 讓給他們 先別說 還是站的呢 馬天宇老師真的想 馬天宇 我這樣 站 在 高 趕 上 上 上了 我聽到了 上 已經失敗了 來 這一題作廢 我們作弊了 我們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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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把這道題作廢 來 我們要再發現提示算對方幾回 好 楊迪 你說的是楊 你說的是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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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提醒了 說第一個叫人把抽筋下 你說什麼 陽光 這麼提醒 這個不算提醒 這是個策略 這是策略 等一下 送一番 送一番 我認認真真 我非常遵守規則 讓我沒提醒過 我再也沒提醒過一下 觀眾有目共睹 我們這雖然無同 但大家都有同 來 1比2 好 好 這啥歌 我殺出來了 你假的 夢 那 力 殺 眼 雷 對 答對 是我們的 永遠是我們的 我沒有飯吃了 我要哭了 怎麼能哭呢 一切會好的 楊迪我沒想到你也有今天 楊迪已經走下神寒了 神寒了早就已經 來吧 餓了 來了 想用魚 好吃 我跟你講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個魚肉那麼細膩 天哪 好好吃這個魚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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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有請知音姐姐 對 這個叫糊豆腐 糊豆腐 糊豆腐 對 這個呢 由於我們物園是山區 山多地少 耕地不多 那麼在古時候呢 物園人每到了青黃不接的季節的時候 我們只好把這個有餡的大米把它磨成米粉 再跟這個素菜一起蒸起來或者是糊起來 作為主食來填飽肚子 這個糊豆腐呢 是我們物園本地九席的第一道菜 清清白白 一清二白 紅喜事呢就是白頭偕老 類似我們東北的小蔥拌豆 一清二白 清清白白 左人也不參加 對啦 好 這個得要 這個得要 真的餓了 能吃下一頭牛 好嘞 準備 胡楊索隆 該 死 揉 答對 咱們都舉了 我快 我快 冤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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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風中 有 多 語 做得 語言 她說的是對的呀 剛剛 沒有 她說那個 我加了一個鼻音 楊!... 你的 ?? 妳指說話都是這樣 妳們能不能理解她一架 平時那麼自鎮腔瘛 真的是 不該加鼻音的時候加鼻音 好好一個猜根被妳們整得像辯論一樣 来 1比1 卡 来 王树龙 爱 3 2 1 爱在西 杨 杨 错 我知道了 爱在西 缘 缘 答对 让二十一三 我们让二十一三这个答案 西 西 杨 爱在西洋前 相约黄昏后 一首黄昏恋的歌 来 再点歌曲 妈呀 我上去来了 杨 人 来 你 蛇 蛇 错 洋洋错了 等会儿错什么了 错呀 他没错 他说那个啥 蛇 杨 蛇 杨 杨做一个傻食 你真的过分了 你真的过分了 你啥碼都不用 不对的 来吧 到我们了 这样 让洋洋唱一遍好吗 不要 原来你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原来你 感谢 什么都不想要 没有 我没有唱错 我唱歌通常计调 但是很难计词 杨阳你确定个歌名 什么都不想要 杨笛你确定一个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答案是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恭喜你们 什么都不想要 杨笛你确定一个 贪心也好 最怕你把承诺当下对我的 他来了 什么都不想要 来 赛点歌曲 谢谢 酒 干 烫 二 一 酒 干 烫 卖 乌 打对 来 酒干汤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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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豆腐 来 咱们一清二白 靠实力拿到这道菜 对啊 好像我们东北的肉皮冻 这个胡豆腐要加上我们这个 海天金标生抽酱油 配上这个提提味会特别的鲜 特别好 不只炒菜香 点蘸香 以后我们吃点这些菜配上以后 也会提升它的鲜味 来 来 最后一道菜 这是个鸭指 这是我们当地特色的烤鸭 这烤鸭表面色泽金黄油亮 外酥香 而里肉嫩也有一种特殊的鲜美味道 这道菜也特别的有讲究 一定是要放养一年以上的母鸭 再放入紫酥 香酥 鱼糖 草 辣椒等佐料 腌制三天后再加入盐酒醋等自然佐料 腌制半天后放进烤炉而得 来吧 杨迪 你也知道姐姐对肉类 肉类简直就是势在必得 来吧 来 3 2 1 开始 杨迪 1 3 2 1 来 来 我们 1 来 2 请 过 是 答对 老门啊 你等会儿啊 老门啊 你等会儿啊 好是你的鬼儿啊 好是你的鬼儿啊 来 下一首 这什么偶像的歌 来 刘德华 来 刘德华 来 刘德华 不是 高斯隆 男 人 3 2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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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不会 男 人 哭 吧 不是干我干你 男 人 哭 吧 哭吧 不是 错 来 男 人 哭吧 不是 对 答对 男 哭吧 不是 不是 哎 雅迪 我厉不厉害了 刚出前奏我就知道 你厉害 1比1 来 下一首 巴斯龙 客 客气气的 客 客 客官 来 杨阳 客 客 没事 没事 杨阳 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吗 来吧 客 我不 客 我客气 行 闭 嘴 客官请闭嘴 来 我来了 杨阳 客 不 可 你 答对 好 对 这题出得好 我说 你 在我身旁旁空气 我看你 我看你 客官请闭嘴 你不要对我讲话 请你闭上你的嘴 没事 不爱持久 来 最后一首 消叫 周深的歌 大鱼 是 这是周深的歌 毛素龙 画 山 那你俩说这个啊 下一把 来 宝哥 画 山 孤 倒 的 金 答对 错 金是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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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我来 你先说 对 你这么难 画 山 孤 倒 的 天 答对 王师傅到了吗 我打着车到了吗 我要去吐倒了 画身孤岛 既客官请闭嘴之后 化身孤岛的金 已经化身孤岛的金了 这边 烈鱼 周深 你回来吧 一个金鱼把我们给救了 这个真好 你信不信呀 金鱼 好信 来 我们恭喜玲姐 你战队获得了1000信念币 楊迪五百十年幣 我們加底夠 我們加底夠 不找底棒 楊迪你怎麼分 我們先一人分一百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就可開心了 這樣一人發二百 我都可以啊 來 二百 那好啊 這是最後一次 大家可以轉頭的機會了 有是否要轉頭的 幹什麼啊 最後一輪了 你不回來了 那你去 你快去 那我行 我可以去 那你先走再給我一百 這感覺跟自己哥要錢似的 我們架 看看賈隊長的表現 我根據他的 給你怎麼我在 你憑什麼看人家的表現 他會給你 行 那我這樣 我去人家的表現 你先給他 看姐姐給了四百 給四百呢 給二十 然後拿去別來煩我了 算了拿點 四百不給不給 假的 就是騙人 二十 好二十可以了 二十轉會了 就為了騙他爸而已 我現在是紅隊的 哥 我們就必勝 龍龍 你過去吧 龍龍來我們這 你怎麼還遣散我呢 如果同樣是一千塊錢的話 我們要五個人分 他們三個人分 我走 我要讓你後悔 你會後悔的 哥我來了 人心散了 再加一輪猜哥 哥你讓他們再加一輪猜哥 馬上不猜哥了 不猜一下 不是我同時擁有 墨龍奉雏二百 我真的是 哥咱倆又搭檔了 來了 昌山趙子龍是也 少年朱葛亮 大老杜為你保家混合 看著他倆我有點吃不消 什麼意思 你在過去他們的 我在過去他們的 感受一下 那兒感受一下 柳妍姐 先過來玩一會兒 你攢旗了 我都不敢回頭看 很帥的 你攢旗了 有墨龍奉雏與張飛生 三人真的是 寶哥也跟他們這麼說 可以的 來 寶哥 咱們就對他們三個人 怎麼樣 感激了 棒 咱們是東邪吸毒南地 北戴忠國通 忠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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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謝謝 謝謝妹妹 四百多 四百多 因為常常是第一輪轉頭的人 所以說我們就給常常 轉頭費 六十四年比 來姐 給你嘗嘗這個康師傅莫莉又茶 這個茉莉的清香 遇見柚子的香甜超級好喝 好 媽呀 我們這麼多人呢 只有柳彥姐有我們的呢 早就知道你會這麼問了 都有都有 來 給大家分一點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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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花青香 茶心味 非你莫屬的味道 沒錯 這個康師傅莫莉又茶 寓意就特別好 來的都是非你莫屬的好朋友 你就說好不好喝 好喝 好 謝謝陳蔡 謝謝大家 也希望我們越來越有默契 喝吧 乾杯 好喝 青春有滋有味 乃天鮮香加杯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江灣古鎮 我們這裡有一個特別響亮的口號 千年古鎮煙火江灣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戴旺書在羽像這首詩當中 曾經提到過 撐著油脂傘 獨自徬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羽像 我希望縫著一個丁香一樣的 結著仇怨的姑娘 哇 好美好美呀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來一起領略一下 我們霧原的油脂傘 他的浪漫和製作經營 好 我們看看 江灣真是個好地方 不愧是千年古鎮煙火江灣 這邊 現在在製作這個油脂傘 畫是自己畫上去的 和花啊 快過來看 快過來看這個傘 好美啊 你好 您好 老師好 您好 您好 這位呢是我們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 胡三哥和三嫂 三哥三嫂 三哥三嫂好 霧原油脂傘製作記憶 是江七省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 這種手印是吧 對 一把傘它從甲樓從砍竹子開始 它有一百多道工具 從大了說要經過選竹 做傘鼓 裝傘架 上傘面 繪畫 刷童油 六個關鍵步驟 每一步都有很多講究 顯鼻 削爪 短鼓要打孔 拼架 把傘鼓 傘坡 用線串連支撐骨架 把採好的紙棉上底架 修邊定型 於傘面上會畫圖案 曬乾 在傘面上刷上熟銀油 待完全晾乾 最後用塗色線穿插傘 從備料起到製作完畢 經歷進百道工序 使用上百種工序 要耗費制傘師傅半個月的時間 進行純手工打造 哇 來你們看一下三嫂 現在是在這一道工序叫烙傘線 烙傘線 做好之後就會很牢固 你還挺韌 做得還挺好 怎麼樣 怎麼樣 厲害厲害 真的很厲害 做得是挺好 要說這個物園的油紙傘 就得從它的歷史開始說起 相傳的這油紙傘是魯班的妻子 雲氏發明的 那魯班兩口的都是木匠導演師 對 雲氏看到她丈夫成年在外面作業 經常被淋濕 她就想做一個什麼東西 可以用來遮風導演 她就把那個竹子劈成細條 做成一個可以撐起來 可以收攏的一個架子 再把那個野獸的皮 皮蒙在上面 傘是這麼發明的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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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時期 才能改進了造紙樹 開始用油紙了 對 用那個棉紙做成傘面 再刷上銅油 刷上幾片銅油 就成了真正的油紙傘 咱們就希望這個節目播出以後 有更多的喜歡油紙傘 一起來傳承這個油紙傘 三哥 你們做過最特別的油紙傘 是怎麼樣的 特別的油紙傘 我在 這一把就是我們比較說 它有特殊的意義 為啥呢 為啥呢 這個是在我們 藥園在全國 地世界的 一流商品 博覽會上獲獎 獲得銅獎的一把 這絕對是工藝品 你們看 這把傘它是 這個叫滿川 你看一把傘它圓形的 圓圓滿滿 有著一種很美好的餘意 一種吉祥物 像這一把傘也是有特殊意義的 一把紅傘 對 這是準備 紅韻當頭嗎 我們家娶兒媳婦 那一天就用這把傘 油紙就是油紙傘協議 多紙多福 這樣反而大家也都分好醉了 咱們就每醉做一把 完成之後 我們讓三哥跟三嫂 來幫我們做評委 誰的這個傘做得好呢 我們就把這個養金 發到你的手裡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個傘面糊上去 糊傘面是吧 我們來做糊傘面 來 細心的女子來 腳把它矮 邊上把它稍微立一下 太多了它會掉下來很多 這一上手就行啊 太棒了 非常好 我就這麼想著 往你一站它會更均勻 看 就這麼往你一站 對 這個好啊 對 嗯 因為它這個手勢很厲害 對 可以可以 蘇哥可以拉上來了 來 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跟你扶一扶 然後對 你在那邊扶 我在這邊扶 基本上就都完成了 拿出來給大家展示一下 好不好 那這個蒙傘指這一步 基本上就都完成了 對吧 對了 三哥 三嫂 如果你們覺得誰的傘做得不錯 就把你們手中的這個獎學金 發給他們 好嗎 十萬證 每隊五十 由我來吧 謝謝三嫂 謝謝牛嫂 人有一些獎勵 你已經到厲害了 因為牛嫂傘這個美好的魚翼 所以人們很喜歡 將牛嫂傘作為禮物送給親朋好友 在社交場合中 還挺受歡迎的 你們一會兒要玩一個社交遊戲 可以先往這種方向思考一下 來物園必看斗立牛嫂傘 還有一個必須 不知道看什麼小說 就上七貓必讀榜 對 七貓必讀榜上的小說本本都好看 我最近就在七貓看了一本大女主小說 掌上其眉 出自錦衣之手 講的是女主憑一己之力 戶滿門中骨 攜手難煮 角逐天下的故事 我熬夜都在看 七貓免費小說 免費看書一百年 從第一張看到最後一張 花一分錢 大家快去下載吧 早 早吧 晚上真的更漂亮 這都石板路 這裡還有個百年郵局 這裡請建議朋友們 來 江灣郵局 推門而入 這裡面有薯片 歡迎來到山豪家鹹蛋黃薯片空間 哇 山豪家田園薯片鮮香鹹蛋黃味 實事捏筆一包 哇 還有買是吧 我這裡能設賬 那這樣成賬 誰輸了誰買 知道 不 來吧 我輸了 這個真的是好吃 山豪家是用濃厚的蛋液做成的 鹹蛋黃醬口味 特別濃厚 沒有錯 鹹蛋黃是這種癮 好香啊 學習的方法有很多種 不斷地跟周圍的人交換想法 求同存異也是一種 節目組模擬了一次 關於社交的社會調研 本期調查對象為浙江省的高校學生 覆蓋大一到大四的群體 本期採樣為採訪人數500人 有效回收採訪樣本482分 我們的成員要通過分析 來做出最接近調研人群的選擇 靈姐隊需要派兩人答題 三人受罰 楊迪隊一人答題 兩人受罰 A B C D 4的選項 答對的人計一分答錯獲得臨水懲罰 獲勝的一組 可以獲得1000式捏幣 這選多嗎 不少 我跟妳講不能躲 躲了要再躲一桶 躲了要再 他一下子我 你還能坐得離得更遠一點嗎 躲 這個小寶 補水呢 男人假人 來 第一題 在男生眼裡 他會認為什麼樣的女生最不能忍受 第一個 動不動就說分手 討厭 好煩 這個討厭 這個討厭 這是討厭 第二個 在同性面前和異性面前的反差比較大 其實這個挺過分的 這個還好 這個略過 比如說他在同性面前他吃得特別多 然後在異性面前他就不怎麼吃 這個很可愛 這個很可愛 但可能這麼理解是吧 那這也不適合 我就說男生吃這一套 所以不是B 經常生氣不說明原因 這個其實B要得煩 你有事你就說事 你對吧 A 大直男 下一個 第四個選項 心口不一 你們選的是 A 是A 選C吧 選C 我覺得是A A肯定不是 A肯定不是 我覺得是A A我覺得不像 這樣我們投票 這樣 我們投票 所以現在就是A和C有一些 投票 投A的 投A的舉手 這樣好嗎 我跟楊黎演一個小劇場 我們看誰最那什麼好不好 看一下A和C 我們今天吃火鍋好不好 吃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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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知道我這幾天上火 我還吃火鍋 你不愛我 分手 分手 不是有吃 你叫我 你不是喜歡 我都往前走了 你不叫我 分手 沒有 其實這是一種 撒嬌的表現 太好了 又給你一次機會 還不叫我 分手 這個小劇場我不參加 其實都可以 我只想跟你說一個 你男朋友要請你吃火鍋 你就自己行動就行了 明白了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太討厭 來個C 來個C 這家火鍋特別好吃 我咋了 沒事 怎麼了 走來吃火鍋吧 不是 吃火鍋 不是 來吧 坐 你是不是生氣了 沒有 我覺得你是不是剛才 是不是剛才那個衣服 我說 真沒生氣 真沒生氣 你生氣什麼樣子 點餐嗎不原來 你生氣什麼 先不點餐 你生氣什麼樣子我知道 我沒生氣 我像生氣的樣子嗎 你看我哪生氣了 我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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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哪個 C還是A A還是C 我們A 我們A 我懂男生 我懂 因為這題是男生選的 那就A 我們選A了 我們呢 A A是吧 好 我們也選A 我們也選A 選A嗎 都選A 真選A 還是C我 還是不對嗎 跟你演一遍你知道嗎 還是不對 人家人要不要改 不改了 好 錯了我直接就淋了 準備 準備 3 2 1 揭曉 恭喜大家 都對了 選A 來了 還好沒死你的 來 諸葛先生 大家確實是A和C最多 A佔據了42.24% C是38.36% 差不多 所以AC糾結 好 因為女生太準了 接下來這道題 女生不可以說話 你們認為女生最討厭 收到什麼樣的微信的回覆 A是O B是問號 C是所以呢 D是隨便吧 A 我也覺得是O 我也覺得是A 我怎麼覺得是B呢 就是B我覺得 說實外 你餓了嗎 問號 A A 揚揚 揚揚真的是理教不改 上把都已經錯過一次 這把還B 選A 我們選D 我們選D 寶哥 選A 選A 隨便 隨便感覺像是情侶之間在聊天 對 但是O就是那種沒有情緒 敷衍的不知道 你就覺得想打死他 跟楊楊不能只發一個O 必須發WOW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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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你看前幾項都還可以聯繫過程中 對吧 他最後一個就是隨便吧 就是根本就不在乎你了 所以說我認為是D 各堅持一把好嗎 別 你選擇 你們選D 選D 我堅持一次 錯了你就挺著點吧妹妹 隨便 我真的好大壓力 有妹 3 3 O是對的 O是對的吧 2 1 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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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鴻 我的劉鴻 快保護我的劉鴻 我就說選A 就是選A 答案確實是O O是最多的 對 其實正好接近O是36.98% 隨便吧 是35.12% 就差一點 差不多 對 這個我感覺這種調查不科學 不科學 對 寶哥你就不喜歡隨便吧 對吧 我就聽了那個我敢退 寶哥你以後在群裡說話 你說什麼都O 好 寶哥 你看我跟楊陽對話 楊陽今天晚上我們去吃火鍋吧 隨便吧 楊陽今天晚上我們去吃火鍋吧 O O 多可愛 O 多可愛者家的同學們 是啊 但是隨便吧 你就會覺得說 隨便就是說你可以再選擇點別的 對 語氣的關係 你問我 晚上我們去吃火鍋吧 隨便吧 來啊 下一題 有一個女生啊 忽然間朋友圈 設置成了僅三天可見 你們猜她發生了什麼 A 這個女生可能突然間結交了一個異性好友 她想保持什麼意外 她異性好友應該打開 第二 覺得崇重心裡 忽然看到別人都三天 這個應該不至於 這個應該不會 第三 她半夜忽然一夢了 一夢了 人家叫 一夢了 她半夜忽然一夢了 第四 她發朋友圈過於平凡 又捨不得刪除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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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D 我就選D 我在救你們 D 沒有 我在救你們 D C 我要換對 不是這個很符合那個情緒嗎 半夜一夢了 半夜一夢 或者突然想關掉朋友圈 或者是怎麼樣 楊楊 我就想問一下 哪一個女人能以為半夜一夢了 起來關朋友圈 關夜一夢 不是關朋友圈 還會發幾條 對 你看你要想一下 是女孩回答的問題 對 沒有理性的東西 是女生回答的 我覺得那就是A搞不好 這樣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雖然不答 但是我這麼說一段話 不知道對大家有沒有影響 前四天的時候 我跟楊迪出去玩 發了一張我跟楊迪兩個人 畢業的照片 後來第三天的時候 我認識了馬天宇 然後我就心想天哪 她不會誤會我和楊迪吧 我就趕緊緊三天可見 好有道理 但是我發現我朋友圈 是僅三天可見的人 你仔細想想她的性格 不是那麼外放和開朗的人 不一定 我就是僅三天可見 所以你不是 你怎麼解釋他 我想相信我一下 好 相信你 我們現在已經臨透了好嗎 我剛才上一題我就選對了 那上上題呢 行了 寶哥和馬天宇你們決定 天宇 相信你 又相信我了 相信我 相信我 在年輕人的領域裡 我沒有輸過 馬天宇 如果你看過節目的話 就不要相信我 我信你一次 信我一次 左邊 左邊 哥哥 我失説了 你選什麼人 相信我 不要 不要 沒有 不可能 不要相信我 這歌 是 真正的 真正的 我想選B 你要選B 玩就玩設計的 你就說你最想選的那個 人家馬天宇想選B 你們讓他選B 選B是吧 B行 B是看那個大眾都設置三天可見 選B 選B 什麼玩 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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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選B 你哪怕選個椅目了也行 那我也選椅目了 你要相信羊羊嗎 C 我們C了 C吧 C吧相信他 C 相信羊羊對吧 相信羊羊 C D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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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切小 来 恭喜 你们答对了 相信杨阳答对 看你美的样子 过龙凤厨 过龙凤厨 半夜遗梦了 浙江的同学们 半夜一梦了 就发两条朋友圈 关什么呀 一般都是发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来 男女换位置 女生主答 男生最羡慕同性的 哪个方面 A 比自己长得帅 B 比自己穿搭好 C 比自己身材好 D 比自己的嗓音好 身材 我不觉得是身材 只有身材可好普及的 长得帅不重要吗 长得帅因为从小到大太多了 羡慕不过来 女生决定 来 刘妍姐 你决定 C 怎么样 怎么样 身材好还是怎么样 B 是身材 我已经羡慕同性许多年了 杨阳呢 杨阳觉得谁 我个人感觉会选择身材 身材 但是是不是因为你有脸了的缘故 对啊 没有身材 对 我都有 有 快把杨阳阳那句话抓住 我算是因为你有脸了 我也有身材 都选身材 准备啊 身材 第一名的是44.83 第二名是40.09 差满了 对 首先就是公布第四名是最没有人选的 3.88%是穿搭好 接下来D比自己嗓音好 长得帅和身材好 答案是 C 身材好 恭喜大家 你看就是身材好 你看到没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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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 百年千香 加倍 空前看伙出《七猫免税毒》 宝哥来为大家推荐 不知道看什么小说 就像《七猫必毒榜》 推荐我最喜欢看的 《寒门消逝》 在《七猫必毒榜》上排第十呢 出自著名作者 北川之首 想知道理工男士如何在古代生活的吗 赶快上《七猫》去翻阅吧 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庄园》 因为宝哥的生日 就在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部分 所以瞒着宝哥给他一个惊喜 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宝哥生日快乐 宝哥生日快乐 好开心啊 好感动 每天都要开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突然 好突然 下午不认其鸡皮歌的 宝哥吃蛋糕 想吃 快吃 有人要来给你跳舞了 跳得真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小生猫还背了个包 好 谢谢 谢谢 宝哥吃蛋糕 宝哥吃蛋糕 宝哥来 吃蛋糕 这个蛋糕是我专门订的熊猫不走蛋糕 味道不错吧 好吃 而且大家还看到 有小熊猫可以免费上门跳舞 熊猫不走蛋糕 是一个超会搞气氛的蛋糕品牌 可以让生日更加的快乐 好 那我们坐下来大家吃点东西吧 新年礼物犬焦蓝礼盒满满的祝福 来 谢谢 用完焦蓝之后 杨迪变羊羊 羊羊给我选的是那个1830荣耀红 我涂了 颜色真的很好看 和你心意就好 哇 我曾经为了综艺节目 从1700英尺的高空下跳伞 我有跟着贝尔去冒险啊 我有跳直升飞机 我有攀岩 我还有捕蛇 我还吃了蚯蚓 我这种图我吃过各种虫子 玩拍戏 拍戏嘛 然后演一个特种兵 还是魔鬼训练嘛 然后到一站之后 本来说那个可以 大家吃饭了嘛 一打开是各种不一样的 虫类动物 是这样的 最后有一个 大家复盘自己的心灵故事嘛 有一个话题叫 如果什么什么就好了 我们可以玩个这个 妈呀 如果什么什么就好了 如果我不害怕坐飞机就好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困扰我 自己给自己制造非常强的 那种心理压力 就觉得完了完了 而且幻想飞机 就每次一天播就完了 那从这里痛苦到什么程度 我就大喊大叫 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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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了 我们完了 你真的这么喊过 你就这么喊 就这么喊 你太失礼了 妈呀 妈呀 确实失礼 但是空姐是怎么安慰你的 他们在气流之中 非常淡地地走过来 他可能这样安抚你的时候 先生 你太失礼了 没有 他会安抚你的气势 是好一点 太害怕了 该我了 听我说 我觉得说 如果我能更有一点事业心就好了 你挺努力的 我现在就是现在工作 还觉得说挺多的 现在更喜欢拍戏 对 拍戏的时候还是很享受的 录节目也很 其实今年都没怎么太接综艺 其实就想把时间留给《黄游记》 因为觉得说 对这个节目的感情深 而且又真的想来录这个 回去经常想到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这边有很多好搞笑的人 回去看一眼 很好玩的是 鸭鸭 鸭鸭说不会再说火了吧 就很有意思 就很有意思 因为觉得录这个觉得很开心 节目能一直录就好了 可以 真的可以 我是可以的 这是一直录 如果我当时不忘记那个人就好了 你忘记了 谁啊 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 发了一张专辑 我那天通知了所有朋友 包括常常跟迪哥 都帮我发了 对 然后那首歌已经发完了 到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 这时候熊子齐给我 发了一个微信 她说哥哥 为什么所有人都帮你发了 为什么你没通知我呀 我那个时候好慌 我就想说我是真的把它给忘记了 但是她很好 她说哥哥 那我现在发可以吗 我说我说好好好 拜托 拜托了 我这个歌帮我宣传宣传 然后她就 那天晚上 她是最后一个帮我发的 她说祝你快乐 艾特王苏总 我那个时候觉得就是 很对不起她 心里很愧疚 对 我很愧疚 如果我拍完电影之后 能够完完整整地休息 一年就好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啊 大胆地休息了几个月 对吧 觉得休息得差不多了 才出来录节目 我上一次休息一整年 其实是在 我跟白凯南上完春晚 那一年我的感受就是 我没有东西可展示给观众 我想到了一句话 我被掏空了 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真是会发生 我跟白凯南我们俩攒了十几段相声 在一年里面就录完了 我没有新的作品可录了 我没有再跟观众有东西了 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白凯南买一个那个电子琴 然后我才去看动银行账户 我发现真的没钱了 人生有时候不是你说了就可以这样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喘口气 因为这几年以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给观众的感觉 是我每天都在综艺的舞台上蹦跆 主要流传在外面的视频片段太多了 其实好像真的是个特别好的节目 在于什么 真的大家有的时候 喜欢看节目上的冲突或怎么样 但一个真的好的节目 是每个人都是讨喜的 比如说贾燕姐说 别做理幻音主题了 怎么怎么的 你看看 那期做得最好 我知道去《襄阳路》 是一定会避不开这个电影的 说到这个我真的是要哭 因为你不想再提 但我知道去我的家乡 我又很想就是 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 就真的挺好的 所以我就去了 我应该已经很知足了 我应该已经很知足了 对于这部电影 我因为票房很高的缘故 我其实有一点 失去了在当众谈我母亲的 这个权利了 因为以前我就很爱哭 就是我们几个人喝酒的时候 一提到我妈妈我就 我就哭 我就开始哭 你现在你一提到你妈妈 你旁边就会有人安慰你 好了 你已经有五十多亿的票房了 你已经是那什么 你自己的感觉就是觉得 对啊 你已经这么好了 你已经失去再去提他的那个感受了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所有的喜剧演员或者职业演员们 是把自己的感情归于零的献给观众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观众 我呢 是真的要一点一点把伤口截开来拍一部电影 那现在为什么我需要一年的时间呢 我真的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稍微缓和缓和 然后我再出来再那什么 因为我希望我自己特别快乐 我才能够真心诚意地把快乐带给大家 否则的话真的是 我都懂我今天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成就 都是很值得然羡慕的 我都懂 只有认真努力和那种真心观众 才会真实地感受到 虽然我是录综艺节目 我也是秉持着这个观念在做 所以我愿意给观众说真实 甚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觉得观众才会真实地喜欢我 就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希望观众能够对我稍微宽容一点 因为现在你看我跟杨帝关系那么好 那天我都久违地刷到一些评论就是 说我欺负你 大家看出来了 没有的事 而且那个还是第一季我们俩见的时候 她说她说她没请我吃大闸蟹我跑了的时候 以前大家都说 贾琳好可爱啊 我真喜欢她的性格 你知道现在就回复是 早就看出来她是一个尖钻刻薄的人 我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 同一段视频 我变成了一个 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 你不要对这种话语影响 根本没有的事 大家就会一侧帮我们解读艺人们之间的关系 我要是早点认识你们就好了 我其实觉得这次就是录综艺之后 感觉就是真的很不一样 就觉得首先就是整个色位就特别的温馨 然后呢就是你看我现在从第一期 然后到现在就是 现在是不是成长了很多 幽默大师绝对的 幽默在那 我们真正搞笑的人自愧不如 真的自愧不如 然后就真的是在这个就是《情终环游记》里边 真的是很 找到了自己 就很开心的 拓开心里的一个劲儿 我能看得到 对 而且其实 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样呢 就是和很多朋友可以玩不同的游戏 平时生活中 因为生活中 对于我们而言会有一些限制 就是可能你要去一些地方 真的会很不方便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就是 可能在综艺里边就是 有不同的快乐去填补你那些地方 我就觉得是很不一样 如果我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 如果我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 比如说我工作时候忙 后来有个兄弟姐妹就可以去 照顾家里 我都陪 对 是 就是 因为 哎呀 因为那天羊羊 就是我们就是 现在羊羊刚来嘛 因为她就很很像天羽就是不怎么说话 然后就玩 发手机发手机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也发手机 然后那天是因为有卧底 然后羊羊就看她说 你在给谁发信息给吴总发信息 其实后来我们一看嘛 她就说她其实在一点点就是 给妈拍菜 拍菜啊 说给她妈发呀什么的 因为常年在外面工作嘛 然后那天我就给羊羊发了好多的 我们拍的平时的小视频 我说这里面都有你儿子 我说你把这个发给她 哎呀 天哪 软肋 我跟你说 羊羊家人是软肋 对 羊羊每天都会给家里拍菜 我还误会她以为用拍我们 把我们发展成下线 对 我也以为她要拍我们 把我们发展成下线 结果就是让她招供 她说没有 我给我妈在发 我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 哎呀 好了 好幸福 哎 是幸福的事儿 真的幸福 幸福 幸福 软肋 软肋 你看上期我在沈阳那里 我也是不涉及到家人的 那个是控制不住的 嗯 那你怎么坚强也是控制不住的 是 宝哥说一个嘛 宝哥今天不了 宝哥今天我真的是 把我椅子一颗 想看大家聊的一颗心来的 隔山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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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我妹妹 看了她们一个玩可看的心的时候 我说我更多的时候是看戏 我都真怕大家不相信 因为我真的是 每天要哈哈的呀 你知道我听宝哥说 妹妹我真喜欢这姐妹 就说了多少次了吗 我很开心 因为这么多年 我在家呆着也好什么也好 我总有人生一个沉淀期 当我沉淀完以后 我既然能走出来的一颗心 我一定是做好准备才走出来 我面对每个人我都可以说 这个团队真的是很让我感动 真的 很有爱 我就希望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 打破那些没有必要的 繁琐的这颗真的好 你看 哇好开心 宝哥开心就好 生日快乐 宝哥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好好 OK 天余也是很少参加综艺 对 尤其这两年我就参加的更少 因为前两年我爸我过世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 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想吃那块巧克力 或许我就是一个有妈妈的孩子 因为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 那我大概是四岁吧还是五岁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的钱 然后让我去买 给他买安眠药 那我就买了 然后他就说 让我剩下的钱去买一盒巧克力 我特别想以轻松的方式说出来 我特别想以轻松的方式说出来 然后他当时也有带着我一块儿 哇 哎我的天 但是我活过来了 我感觉好像都是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因为你就 就这种事情 有很多事情总感觉你离他很远 对 可是就很沉浸 对 所以当你一说的时候我 傻 傻掉了是吗 其实因为妈妈已经过世了 就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 只有活着的人告诉你 那不见得真相的全部 而且你能活过来 可能也是他并不想真的让你走 对 是的 我觉得妈妈可能是舍不得让你一个人 对 他 他怕你一个人 留下你一个人 你也会很难 对 要是 就是 我们青春环游记吧 也不会就很那什么 他如果私下里 就是要需要我们这个聊聊天什么的 我不是说要怎么样 但我就是说 我也没有什么那么多不堪的往事 我也不怕别人提起我的家 就是我也在其他的节目有讲过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小的时候就太想吃那个巧克力了 可能对我的诱惑太大了 那个时候没有分辨力了 没有分辨力 没有分辨力 好 我结束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为什么别人讲完了都那样 然后我 最孤独的少年 露出最幸福的怀言 坚持要用一生的体贴 说一份感谢 我特别 我是经理 合于我们才要更好地活着 来吧 分身打造 温暖了世界 听你许的愿 帮你去实现 闪闪路行 你们是太了解马天宇 你可能觉得我平时没有跟你聊天 但是你刚出道的时候就遇到过我 15年纪 对 我身边所有见过你的人 全都在说你的好话 因为他们说 马天宇就是一个 从来不会真的跟人去较真生气的暖弟弟 他看所有的事情 待人接物 他非常的细致 但是你那个时候跟现在是有区别的 对 后来我又听到大家讨论你的时候 是对你有了更不一样的改观 有一天我就听别人说 马天宇想得可明白了 这两年 他也不是说努力的一定要去干活 要去曝光 他就在过他自己想要的平静生活 就好像看淡了很多的事情 很多都不在乎 今天跟他聊的时候 这两天 我11点就睡了 我很早就起了 我就更加印证了 就是我听到的 马天宇的成长 我们两个会有一些地方 是原生家庭的那种痛 所以你讲出来的 你四岁的事情 你还是会哭 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俩是有共鸣的 如果我是一个感性多一点的人 就好了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我生活中从来不哭 我连分手谈恋爱都从来没有哭 我这几天才醒悟过来的是 如果他那个时候跟我说分手 我能挽留就好了 我几年前男朋友相处了几年 我自己的确觉得算是灵魂伴侣 就挺好的 然后隔了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 慢慢我们的感情会淡一点 我也觉得像是老夫老妻之间的那种 就是平淡如水 就是那种相安无事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去出差的时候 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跟我电话分手 我第一反应肯定不是他要跟我分手 因为他那么爱我 我好笃定啊 我只是想说如果分手的话 我只要确定这个男人 是不是真心要跟我分手 如果是的话 就放他走就好了嘛 就体面嘛 我心里一种想法是 分手就分手吧 我一定能找到下一个更好 我还彼此有一个机会 我能看到整片森林 而事实就是 当我们真的分手了之后 一个月他就有了新的恋情 而我直到现在还单身 我想说就是 不管男生女生 你不要轻易地 开始一段爱情 也不要轻易地 去放弃一段感情 你还要相信老天给的 有一种东西 还是叫缘分的 我相信的 还是叫缘分的 真的不要在这个上执着 哥相信哥的 就是物来顺一样 对 物来顺一样 好 真的很感动啊 大家今天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今天十年币我们就不分了 我们也非常有感触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好好的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时刻 今晚希望大家好好休息 春秋家族 啥都不吐 每宿年间 明晨云集 我就是包青天 丹州 林秋秋 公孙次 白玉堂 这一次就跟影视剧有关 我的月片亮了怎么办 锁门 猫腰转 腰猫转 猫腰锁门 真啊 本王府上的老管家发生了意外 嫌疑人就在你们几个人当中 妈呀 这还有一个我的经验 我晚上喝过了 我昨天一气的已经我都忘了 我昨天一气的已经我都忘了 昨晚来过 不定是蔡宋 上微博餐几个房子 与春国家族一集 打卡 美好生活 感谢您的观望 评讯预论 新闻私信运行 百度书法 百科 通讯予议 猫鱼迪压 中华万能力 微光APP 东脚 多年的